来 这个是原汁比目前最难洗的 那我们现在抹的是沙拉油 加点酱油 不管你的脸多黑多油多脏 记住 我们这个在洗脸的时候 它是不用洗面乳不用洗面罩的 加水就好 在脸上轻轻地打圈圈 帅哥你痛不痛 很舒服对不对 它比你的毛巾细了1000倍 这个是目前全世界最细的资料 脏东西不是把它擦掉 它把这个脏东西所有的油末 统统把它吸附到这边来 然后你记得第二次不加水 把脸擦干就好 所以不要用毛巾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洗过的 来看一下另外一只手 有没有看到 这个叫深层洗净 为什么会变白变嫩变细 我跟你说一下 里面有马铃薯绿豆 所以这个绿豆就是让你皮肤变白的秘密 跟你说不是海绵 像这个是海绵 这个你只要一拉它就断了 来我们请帅哥再帮个小忙 谢谢帮我抓着它 抓紧一点 来用点力气 用点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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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怕 它是绝对不会断的 海绵才会断 注意给大家听 用完了记得千万不要晒太阳 擺哪里 浴室有贴磁砖镜子都可以 洗干净水别拧干 水手一丢 它就粘在你的墙壁上 非常的好收藏 这个是苹果 我们现在当场把它切开来 然后分别把它浸泡 这个叫黑色素 两个都把它浸泡黑色素 让这个黑色素充分的 被这个苹果吸收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把它分别摆在一般的海绵 还有我们洗脸棉的上面 然后把它压几下 让这个苹果的黑色素 我们看一下它的效果 一般的海绵 它是完全没有反应的 我们看一下 整个黑色素 通通被我们生化洗脸棉 通通吸附过来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苹果的表面就差这么多 所以它这个 就是彻底的吸附 把我们毛细孔里的脏东西 充分的吸附出来 全部吸附干净 接下来我们现在把这个酱油 涂在这个布娃娃的上面 它这个酱油会跑到它的纤维里面 非常的难清洗 这个是一般的毛巾 它只会把它推到旁边 越擦脏东西越多 那这个是一般的海绵 不管你用吸的 或是你用擦的 脏东西永远就卡到里面 但是用我们大科样生化洗脸棉 它会把脏东西 从毛细孔里面 从它的纤维里面全部把它吸附到外面来 所以你脸上的毛细孔才会被吸附干净 本次三天到七天它就不见了